这一家人在大雪山临到开了小吃店 生意慢慢起色 却接连遇到了地震 台风 水灾 还好心智斗智都够强大 这家人没有搬走 反而更加团结度过难关 开朗正向是他们的生活哲学 而快乐的心境也跟着满山的云雾 融入在他们的菜色里 飘渺云雾间 大雪山临到上 盛开樱花树前 木屋主人王子仁石凤凰 正准备采摘野菜 这一个是那个芳香外寿族 可以做菜然后泡茶 这蜜椒 这个梅子 对 梅子 我们这个白果园什么都有 反正就季节什么东西 我们就种什么 满山满园都是他们的市场 现彩现作绝对鲜石 山上你要做餐饮的话 你可能希望会有在地的元素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学了一些植物 那就会知道说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那我就可以开始煮了 这个是用芳香外寿族下去泡的油肌 这个肉桂是要做虾子 你很多食物其实它是可以去利用山上的一些元素把它加在食物里面 它会加分 就是说我的虾子我可能外面餐厅在做可能就是什么花椒口味 什么蒜头口味 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肉桂口味的 川七是炒葱板酥 这是香葱 香葱我用来炒饭 炒一个石酥的 澄湖现在就是土托鱼的季节 这个是加赤葱 那吃前就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香味 看凤凰做菜实在是一种享受 花果菜叶切喜拌炒 轻快悠扬仿佛乐曲旋律 还在入迷 深山的厨娘忽然冒出这句话 结婚的时候我有跟她 我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搬回山上 还是搬回来啦 所以就是被骗回来了吧 凤凰的家在鹏湖 海的女儿对山居生活没有任何向往 虽然出生综珀塞世家 凤凰婚前只认得高丽菜 到台中求职做的是服饰贵姐 后来认识当时从事房地产的王子仁 嫁给王子仁 虽然嫁得不是王子 生活倒也安稳闻缺 直到孩子满月以后 日子才出现戏剧性的崩坏 那时候因为年轻野心太大 所以投资私利就血本乌龟 因为房子不好卖 卖不出去 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把台中房子 那些全部卖掉 就跟我老婆讲 那我们搬回山上重新再开始 其实回来那一年我在做工程 我老婆是带着我那个老大 假日就在路边边卖一些野菜 自己种的菜 但以前我们这边的吃饭的很少 基本上整条路很多都没得吃 所以他们有些客人说 你为什么不要卖一些泡面 卖一些这样的 后来我就老婆拿一些泡面 然后加一些我们家的野菜 他反正比我在外面做工 铁皮屋搭建的路边野菜餐厅 成了夫妻俩还债重建的基地 坦白说 十六岁就离家的王子仁 没想过会如此狼狈地回到故乡 老家位在台中和平区的 雪山路出云巷 门牌这么浪漫 但当下的心境只有悲苦 刚回来有点觉得自己怎么 怎么会这么可怜 因为晚上很恐怖 尤其晚上家里都没人 然后只剩我跟我儿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怎么会选来过这种生活呢 然后觉得有点怀疑人生了 大概适应了两三年 习惯之后 你就觉得这种生活其实也不错啦 所以还是要就改变自己的心态 转了念 动了情 山中岁月也从七清转为静好 但是王子公主 没有从此过得幸福快乐 野菜餐厅生意正好 却发生九二一大地震 然后老天爷像是开玩笑 桃枝 纳粒 闽都粒 智灾性台风一个都没闪过 其二水灾那次 大雪山临到坍塌 森林游乐区关闭整整两年 没有游客登上课入山 眼看就要坐吃山空 还好吧 还好 有我们去打零工 还好吧 我觉得说天无决论之路 危机就是转机 乐天知命嘛 最惨的时候是因为孩子 那时候都读国销 然后连营养午餐费都缴不起 后来是老师 就是我们学校的干事 他就先帮我们付 然后我们要赶快去做工 然后再付给学校 农园砍草 水果套袋 修路整地 夫妻俩什么都做 终于路通了 人来了 也在餐厅才恢复昔日的热络 或许经历过太多人生起落 早已养成遇到就面对的星星 当这一波疫情来袭 两人淡然自处 种菜 养羊 接待预约客人 凤凰笑说过得去了 酒居身上已无太多物欲 再说孩子都大了 当初那个满月就被背上山的婴儿 现在已经在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餐厅掌厨 主厨王俊凯一个人端着大锅拿着大铲 张罗上百人的晚餐 王俊凯的爸爸王子仁 负责游乐区的餐食已经八年 俊凯大学毕业以后就回家帮忙 减少父亲山路奔波的劳顿 或许从小就被妈妈背着 在餐厅的锅炉前转 在母亲背上成长的童年 对食物有再亲切不过的连结 所以她在厨房里挥洒自如 才一会儿鲜鱼烧豆腐 狮子头三杯杏包菇 笋子高丽菜南瓜炒米粉 一桌丰盛 每天的菜色都不一样 我们这边有菜单 菜单 对…我们总共有九套菜在轮 我们会讨论说今天的菜色 包括配色还有它的味道 就会尽量不要一直吃到重复的菜色 我们主要就是让客人来到山上 有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菜 就是比较接近于家常菜 家常菜 对…就是让大家来到山上 又有回到家的感觉 有时候都会零度左右 是还好啊 家里自己的生意啊 对啊 加减帮忙啊 就山上很多动物可以看啊 很多动物可以看啊 对啊 现在晚上的时候会有山羌 山羊或飞鼠那些都会出来啊 遗传了爸妈的乐天 天气冷 无几难都没有让俊凯怨过 在王家人身上 感受到都是心灵的富足 大雪山林道 也因着这一家人的落脚生根 如物里的人间烟火 香美幸福 好